词曲 李宗盛 端塞进去 假如骨灰盒可以放得进去 因为这个背嘛 背就是有遮护的意思 有保佑保障的意思 假如有的骨灰盒放不进去 它也会放在骨灰盖子上面 然后不是外面还有一层黄布吗 绑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用 这也有很多方法的 假如能放得进去 因为网上背也蛮厚的 要放得进去 当然也可以 我们的佛法都是心法 心法之中 当然你道心上面是非常维系的 所以有一些持继绿的法师 他们有不同的见解 那当然我们都很尊重 本来经典经文都 或者是咒语都不能够随意焚烧的 先讲焚烧好了 但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种超金的习惯 超完金以后呢 你可以非常恭敬的 发现在空旷的地方 用火 火表光明 所以做观想 火表光明 那不叫烧 那叫化散十方 而这一切 所有水入空中 一切有情 烧的那些灰呢 再把它收集起来 撒在要干净的地方 不要去影响环境 撒在水中 流入这个海里 这里这样的发心 是没有任何亵渎记忆的 因为它就是掌养 历历之间 你懂得用当今今生的行为 去利益你将来的菩提 跟慈悲的道恨 再一个就是 骨灰坛上的那个 这个 陀罗尼金碑 它也没有烧 但是骨灰是不进物的 那人体也是不进物 那盖都不能盖了 人往生的时候 你盖都不能盖了 假如都把众生当成不进物 那一切经文 那应该手都不能够碰 所以每一个发心之中 是有不同的 直到经典 不能够掺杂于不进物 或者是佛像 不能够混合于不进物的 这个环境当中 但是另一个角度 我们是拿这个经文 这些咒语 它不代表不进 它就是拿咒语的 诸佛的愿力 跟自己行者发的当下 这一面心愿 来帮助众生 帮助亲人 它从 就算骨灰现在叫不进 那经典的目的 就是来化解这些不进的 虽然没有半点 心中不进的脸头 那都做接引的心中的诚意 这是与经文是相应的 与经的道理是相应的 因为经属于贯穿意义 有的人刻意 非常 马虎心态 或是不尊敬的 这些 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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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为 去处理经典了 说 或 通了一经被 说可烧 可烧不可烧 光他那一念 发心 就跟他讲 要是发心 是随 非常马虎 随便的 就跟他讲 不可以 但是 若是真正懂得 维席发心 恭恭敬敬的 就告诉他 就在如实的 心中的愿意上去做 那个就不是烧了 那个也就不是不敬的 那个是 要用尽精神的方便 就是 要懂得如何 不但 竭尽自己 也竭尽一切众生的 大悲愿力了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些 法师们的意见 我们知道 他只是在约束 我们懂得发 谨慎性的 发赤诚性的 都接受 吸收 但千万不要 执着一些 意见上以后 失去了 应该有 这现前 在菩提道上的 种种悲心跟方便 假如说 陀罗尼金 陀罗尼金被 因为一个部上面 写了很多陀罗尼 就不能覆盖 在王者上面 做种种接引 做种种愿力想的话 那大悲咒 观想在水中 那个大悲水 就不应该还可以 撒在人间大地 你懂 师父要跟你讲什么 好好 发心去做 关于你说 那个佛字啊 还有平常 抄的一些 假如不小心 写的一些经文 就随手写的 应该 修行人应该记得 家里面应该有个 字直楼 假如说是你恭敬一点 那个字直楼 就是小一点 带个盖子 好看一点 就放在佛堂后面 桌子里面 就专门放佛钱的 这些字直 那将来这些字直搜集 一个量以后 因为看看 因为你们都是公寓嘛 也不能随便乱烧的 也不允许在 你家家里面烧啊 看看哪里 回到寺庙 或者怎么样 给它画掉 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做观想 譬如真正的经文 就画三十方 一般随手写的东西 意思就是 画回清净 不使经文 留下 遭受众生玷污 把这个心 在佛心画掉 但这都是跟决心相应的 因为决心就是 你现在发的悲心 是怎么发的 这是跟决心相应的 跟维系心相应的 还是跟将来的佛道 是相应的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